陪伴了大家很多年的TVB CCTVB 大家不是很喜歡嗎?剛剛公佈了業績 當然要講一下他的業績 我是呆了我不懂 我不懂 傻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盤生意可以繼續下去 我很為這個銀行擔心 我覺得這個銀行真的很痛苦 如果我是銀行的話我就想死掉了 先講講 他們的報告 先給記者一些報告 電視廣播公佈截至去年12月2023年全年的業績 營業額33.23億 按年跌了7.3% 即是做少了生意 虧損收窄到7.63億 收窄 即是原本上年2022年輸了8.07億 算了不估計700萬 你會給我嗎? 現在很厲害 省了一點 輸少了 就輸7.63億 這一年是7.63億 每股虧損是 1.74 即是股票只有3.0 虧損過1.74 是不是很厲害呢? 真是沒得撐 現在的公司也不知如何值錢 因為很簡單 公司值10億 我今年就輸了5億 哎呀 我死定了 很棒 如果排除了非經常勝的特別影響以後 去年的調整虧損 收窄到6.07億 非經常勝 OK 接著決定不派息 你放心 年年月月 他都有些非經常勝的 即是 這些虧損 不用理會 我理會你最後 你就輸多少 好 TVB的核心業務 即是不包括電子商貿 總收入增加了4% 至28.37億 那麼 主要是由於香港電視廣播和內地的業務 即是分佈的收入增加 電子商貿 應該是沒有了市多 所以下跌了44% 至4.86億 沒有了市多 收入當然少了 但也輸少了 沒錯 TVB期內 EBITDA 就是 虧損收窄到1.4億 這些不用理會 他永遠都說EBITDA 你生存到先出去 不要說 TVB的總現金營運成本 減少了 這裡要留意 非常重要的 稍後介紹給大家聽 TVB的總現金營運成本 減少了12% 至到一年 只是用了34.7億元現金營運 厲害了 很厲害了 總務題 行政開支減少了1.25億 接著去年底 僱傭人員是3496名 差4.5億元 再加幾個part time 按年減少了13% 已經減少了13% 上年同期虧了8.07億 記住了 剛才的數字記住了 2023年 今年 虧了7.63億 即是虧了4400萬 那麼大把 厲害了 好厲害 虧了 虧了 但是 你看看 現金營運成本 減少了多少 4.58億 即是 用少了4.58億 但是 虧了4400萬 即是大約 你每節省10元 就可以 虧了1元 正不正 省10元 你就 虧了1元 那個比例不是省10元 是虧了5元 這樣 虧了1元 你要省多少才知道 現在他仍然在虧了7.63億 你知不知道要省多少錢 不是很多 總共就要省79.42億 就可以平衡到開始 省79.42億 但是他現在整年都是用30多億 即是省不了 如果他用這個數字去計算的話 他 零 零 一毛錢也不用 整個機構 都是要虧錢 賭不賭 即是虧了半左右 即是三億多 不做事 那就三億多了 死不死 三億多四億左右 即是說你的公司是不能做的 省錢省不了 怎麼搞呢 你不能向前走 你一定要 專規為盈 你有沒有機會專規為盈 轉不虧為盈 你死定了 為什麼呢 只是兩回事 省錢 對不對 節儂 省錢 現在 省了很多億 是不是 結果 省了 四億多 那麼 虧了四千多萬 這樣 算是不錯了 是不是 你死定了 大哥 你仍在虧了一年七億 要 要省了七十多億 大哥 你一年運營了那麼多 那怎麼辦呢 不會做的 這個生意 這個生意 這個生意是會做的 但是不會做這個生意 那麼 這個 TVB 自己說 說過客戶增加了很厲害 9% 收入 什麼 這些 沒什麼意義 為什麼呢 增加了多少收入 成本 他沒有告訴你 對不對 你不是說 增加了 9%的收入 你是不是又 扔了很多錢出去外面 讓生意可以增加呢 如果是的話 沒什麼意義 有什麼意義呢 你 究竟投入下去多少 你一看你 減少了錢 跟得到的價值 徹底是完全 不可以 相比 又有什麼廣告時段的 單價增加32%的 說一大堆東西 都是虧那麼多 又省了那麼多錢 繼續蝕 好了 跟著他說 審慎的態度 他說業務會繼續增長復甦 你信不信 跟著說 現在將第五條頻道 鎮容過到到第四條頻道 兩條頻道加起來 將J2和這個 財經體育台 一起 加起來 叫TVB Plus 這些東西不用理他了 又說 預期每年成本 可以省一億 不要理他了 好 我跟大家計算 這個精彩的 融資成本 是由2022年的8100萬 則急增到 1億4668萬 這裏很重要 他跟華人文化 黎穗江 那個武公司 借了7億 中間還了一點 現在好像還差幾億 5億左右 差不多 還了一點 沒有那麼多錢還了 但是最大的數字是甚麼呢 這個你真是要 記住 你很喜歡TVB的話 你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他跟上海商業銀行 借了15億7千萬 利息 7.7% 連息 好了 總借債 是22億左右 即是說黎穗江那邊 還有幾億未還 應該是6億多 加起來 差不多是22億 是呀 黎穗江那裏還不了那麼多 因為這裏還要頂住 那麼 這個TVB 每一年 因為借了22億 我當它全部都是7.7% 哎呀 7.7% 借錢 神經病 神經病 怎麼營運呀 利息大約是一年要付1億7千萬 即是TVB就算你不做生意 每年你擺在這裡擺空 什麼都不搞 你都要輸1億7千萬給利息 你怎麼付 這個就是現在最嚴重最嚴重的 就是TVB的問題 每年虧 7.63億 其中1.7億 是利息來的 就背了22億 怎麼賺 都沒有辦法賺得回 在我的計算上 那麼有6億 但它就有袋裏面有6億6千萬現金 即是說 TVB的話今年就輸了7億 虧了7億多 現在仍然有6億6千萬現金 如無意外 TVB是不夠虧了一年的 它就節省了一點 就當它可以虧了一年 虧了之後 沒有錢 還文化借了7億 現在還了一點 那是不是再借 不借它就搞不定 啊 上次就是這樣 肯定就是 上次就是這樣 肯定就是 上次就是這樣 肯定就是 上次就是這樣 拼死你了 對不對 你這傢伙 本金你又還不到 那怎麼辦 你看看整個TVB現在在這個困局裏面 借了總共22億的債 而每一年仍然在虧 7億 你怎麼辦 天才中的天才呢 你也是 我能夠這個反手為雲 覆手為雨 怎樣 每年虧7億的變成 每年賺2億 嘩 厲害了 這個諾貝爾獎也有得你拿 反過來賺9億 賺到9億 又虧7億 贏回9億 你就賺2億 不用虧7億 兼且有2億 這就很厲害了 但是那2億也不行了 有1億多是用來給這個利息的 死不死 但是應該算起來 不是應該這樣算 你應該這樣算 由7億不用虧 你不用虧 但是你還要給利息 你還要繼續 連年給利息 是啊 聰不聰 很聰明 我不太明白 如何可以做到這本生意 我不懂 為什麼呢 你背了22億債 你還每一年虧 7億 怎麼搞啊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在TVB 但有些人經常說TVB會怎樣 接著會不會倒閉 不在TVB 為什麼之前有林家棟 傳出來呢 因為 根本就不關TVB的事 TVB的命運不是掌握TVB 是掌握上海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現在 借了15億給他 15億7千萬 大哥 收不回這些錢 你明明 他繼續蝕下去 不借了 所以上次 就要靠黎瑞剛 在這個 借給他 借了 然後借 又還不到啊 怎麼還呢 每一年用C6 怎麼還 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人 去頂了這間公司 賣了 有人說 很厲害啊 要是你 接手那個再蝕下去 是你的事 他就脫身了 要是 就上商將他清了盆 上商清了盆 又不行啊 因為他十幾億就沒有了 不是啊 他拿回他六億 清了清盆就拿回他六億多 他有現金 然後將那些東西拆骨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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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3億 天下無敵 如果明年是虧到3億 所以明年我們是意必打 那裏就應該平衡了 不代表他不用輸錢 他迫向那邊 我當你總共一年輸3億 你厲害了輸3億 那你怎麼來現金 沒有了 當然還有了 為什麼我現在還有6億多的現金 我輸3億 還有3億 計算你給利息 如果你不計算利息 也要給你一億多的利息 即是你的手上就剩下2億 能不能撐下去 所以TVB也不能撐下去的 TVB 預計他應該只能撐下去一年 這樣就死了 明白嗎 所以在一年裏 黎瑞剛繼續 穩一點 資金回來 去撐著TVB 但已經沒有了 證明了他自己 說文化 根本只是他呀 大佬 你怎麼說甚麼呀 大佬 這公司都被你拖死了 這就是TVB的困局 所以那些什麼中聯好星 都沒有意義的 因為為什麼 你怎麼做 都不會賺到幾億 一年在輸幾億 他已經減了人了 減了人了 就算用劉定堅的方法 也有一次斬斬 也有三千多人 我想這個是唯一 如果我是這個 上商的話 難怪以前我們在上商出糧的 在TVB,他和我好朋友的 死呀,這件事真的可能是以前一路一路 搞起來了 難怪這麼嚴重 你想一下 除非是上商 迫他 要還錢,他還不到 然後拿了他的股份 然後怎樣呢?就把他拆骨 即是把這間公司砌到 幾百人 然後慢慢慢慢去搞 我覺得一個 很痛苦的情況 我不覺得TVB可以 延續下去 今天這段影片很短 希望大家 警覺 TVB 這個故事 希望有人告訴我 怎麼可以營運到TV,我第一次覺得我投降 OK 多謝你 記得點贊 Subscribe Bye Bye